在刚刚,世界公认人均寿命排名第一的日本公布了六大长寿行为 运动竟排在最后,第一,你绝对想不到 赶紧转发给家人朋友看看,收到的都会一生受益 日本人均寿命高达84岁,但日本人并不爱运动,却最长寿,肥胖率最低 这样反常的现象吸引了各国学者进行研究 最后终于发现了日本人长寿的六大主因 第六,适当运动 运动是个强身健体的好方法 每天坚持运动40分钟最佳,可以打太极,瑜伽,快走等 有利于保持脑力,缓解压力 但千万不要做狂奔,狂跑,狂跳,这样的剧烈运动 容易造成关节肌肉损伤,得不偿吃 第五,保持心情愉悦 每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就会少生病 少病自然长寿 中医认为,并靠吃气活着 穿靠吃火活着 气是病的水,火是病的凉 你不生气,你不上火 每天快快乐乐 就等于,不给病水喝 不给病饭吃 病自然就会饿死 第四,规律饮食 俗话说,病从口入 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 但有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早上马虎,中午对付 晚上大吃大喝 这就是百病之根 第三,晒太阳 晒太阳能促进身体中维生素D的合成 提高钙磷元素的吸收能力 预防骨质疏松 经常晒太阳还能改善阳虚体质 增强机体免疫力 第二,保持卫生 一个干净总结的家 不仅让人感到心情舒畅 还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 所以一定要注意室内经常通风换气 垃圾及时清理 避免细菌滋生 第一,睡午觉 很少有人知道 它竟然是长寿的第一药因 其实,午休的益处实在太多了 不仅可以缓解压力 消除疲劳 提高办事效率 还能增强记忆力 并且研究表明 每天午睡半小时 可减少30%患心脏病的风险 这六大长寿因素 每一条都至关重要 可惜还有很多人不知主因 本末倒置 参研专家呼吁 如果看到此视频的人 都能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就会又多几百人受益无穷 为了朋友的健康 我收到后第一时间 就分享给了你 你也赶紧接力传递下去 愿所有收到的朋友 都能活出健康 活出长寿 分享扩散 行善积德 好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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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我们等待会儿 在岸边 我跟祂